大家好 我是MM的阿莎 來到日本大家有沒有發覺 周圍都是在排隊的呢 我身為一個排隊師 就幫大家試底一點 實測一下幾天三餐都吃排隊店 究竟會是怎樣的 但只有我一個人浸勝事 所以我們就請來了 Hello 我是Audrey 這兩年你浪費了多少時間在排隊上呢 我想都有超過200個小時 準備回鄉下又不想排餐飽 今集旅遊上癮有我 飛到東京幫你排足一日三餐 有新進人氣店即壓即燒的牛肉漢堡 真的值得7點半過來 有日本大叔主理 一日限售60件的米粉桑芙尼Pancake 有Auntie都支持的手壓飯糰老店 我想每天都吃到這個飯糰 排隊店究竟有甚麼魔力 日本人都排隊就等於順身保證 我其實保守股票應該排隊去中家 隨便附送實用排隊指納 那我們真是真分斷廟 GoGoGo 排隊 有隊 自從去年10月 日本開關短短三個月 香港人在當地洗費就高達745億日圓 主要用在食宿購物和飲食 有些餐廳更是一軌難購 除了遊客會排隊 條隊內有不少都是本地人 特別是駅的方向 加坡的可能性很高 2時間就算好吧 普通吧 我最長的時期是6至7小時 出發前我就跟幾位日本Foodie交流過 收集了時下日本人都為之瘋狂的餐廳list 有傳統、有新派、有甜品 他們在日本美食網站 Tabellok都有超過3.6分 屬於滿意度好高、不容易失敗的店 是連日本人都會寫完攻略 教你幾點去餐廳門口排隊才穩陣 漢堡排排一個小時 Pancake又排一個小時 嘩 飯團店更厲害 是不是要排兩個小時 但他們每個排完都說好吃 又稱讚現場即正好像看表演一樣 令我滿心期待 但又要嚴陣以待 看看還發現壞消息 淺草的Pancake店 和攝谷的漢堡排店 要是當日去拿籌服位 但排籌時間就撞了 一間是8點半、一間是9點 就算排完一間去另一間 時間都很純粹 不過好消息就是 我搬了個海外街坊 Audrey和她一起排 我們便會兵分兩路出發 她去淺草 我去攝谷 你服我的 你在做什麼 去排 9點的巢 拿到台中 是兩個半小時前 但我沒想到成功 因為我不敢低估日本人排隊的耐力 你很厲害 但你這麼早去到都只是排第二 我很擔心這一邊 原來我現在還在去 還有一點點降失路 我還在找路 麻煩鏡頭轉一轉去淺草那邊 全部店舖都還沒開 商場都還沒開 但紅河已經在排隊了 現在是8點半 職員終於出來了 她會問你有多少人 然後問你想有多少點回來 終於拿到籌了 等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看看情況下 這麼多人排隊 等了50分鐘 成功拿到下午3點的位置 那攝谷那邊有什麼環境呢 我現在在這裡 在這裡要三樓 快點 突然加速 超多人 好 7點49分來排到第六個人 雖然店舖說9點派醜 但有時都會看情況提早8點半就派 好像今天一樣 24 25 26 27 8點半排了36個人 好誇張 等了40分鐘 成功拿到吃午餐的位置 其實她的雲龍 都是不斷有真無減的排隊 大家就算未到最後下一刻 她也會盡想上去 看看能不能預約到 但普通人家的店 是很喜歡的 大概是8點 應該算蠻快的 可以拿到捷柱 就馬上離開 我們8點45分來到 其實都排了10分鐘 然後到了今晚7點半 因為嘗試預約它 但就預約不到 日本餐廳會有不同的預約方式 比起排足全程 在指定時間拿醜這個玩法 最省時間 最重要夠早 有時預約制還可以選 Shack up and take my money 之前Audrey也有教路 漢堡店可以給1000日圓 去訂位 結果就… 沒有呢? 沒有 星期五之後要9點 好 那我們今次失敗了 這間這麼搶手的漢堡拍專門店 最先在2020年吉祥指導開業 一個月就爆紅了 主打的漢堡拍白飯都是新鮮即整 之後在攝谷京都開分店都很受歡迎 還帶起了日式彈笑漢堡拍的熱潮 一隻點 好 一隻 Hartち your name 謝謝 三 Global 這裏如何是一款定食 有三塊炭燒漢堡扒 無限添加的白飯 一隻生雞蛋 還有麵豉湯 老闆先生 水和雞蛋 請坐在這裡 OK 這裡的氣氛很熱 氣氛很好 雖然收音不好 但氣氛很好 看這裡最終的特色是什麼 直照 還有馬上壓 整個過程很快 就是你吃到最新鮮的東西 然後我們面前已經燒好牛肉 這牛肉是日本的牛肉 在你面前做一個小小的燒鹿 自己都可以再體驗燒的感覺 然後飯和雞蛋 一個簡單的配搭 但已經做到這件事很吸引 炭香味很重 炭香味很重 好吃 很香 我覺得真的值得七點半過來 真的 它裡面有不同部位的肉 所以吃下去會有一點韌的筋 有那種油香的 有那種肉的感覺 然後是混合了洋蔥 現場看到他們對手 不停把漢堡扒來回壓打 這樣做就是為了去除肉餅裡面的空氣 令肉感更加好 為了避免手的溫度會融化肉的油脂 手和肉接觸的時間就越短越好 到放下去燒的時候 真的只聽到流口水 炸蒜很好吃 這個是大根絲加了醋汁 因為你吃完第一碗飯加扒 再加蛋其實是有一點油膩的 中和一下 吃完這個煎炸東西 剛才的漢堡扒 還要很厲害的這個焦香 所以我有點怕我會喉嚨痛 要喝還是不清熱蠔打底 清 乾了去 酸酸的飲料後 清掉油膩之後 明天就可以再煎 山椒的飯 這裏連飯都保持著每十五分鐘就用傳統的苦燒方法煮一次 每個月就會轉兩至三種日本國產米 這個飯煮得比較濕和黏 但我覺得蛋黃這樣打下去有點太多了 那個蛋是滲了那個飯 吃以外還有些細心位 這裏就有一間房仔給你掛衣服 以防吸光燒肉味 吃完之後就有瘦口水 加分 我們有跟一些日本的朋友聊過 他們是覺得排隊的店鋪 代表是好吃的 所以如果沒有人排隊 他們應該就會猶疑那間店鋪 是不是好吃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會不介意去排隊吃一間好的店鋪 看到這個嗎 就知道我們來到淺草了 這一站我們來到淺草的紅河 今早7點9左右來到 接著我排第二位 第一位是一個日本人 Pancake店就指明入座前五分鐘就要到店鋪 今早拿醜還要跟入座人數 交低每人1000日圓按金去樓桌 其實這裡的Pancake就是用了米粉來做的 好處就是它比較吸油吸油一點 還有它是冰芯片 這個人氣第一的Bacon & Egg 還有配這個Hollonging Sauce 它就是一個蛋白的口味 接著我這個是軟味 它有蜜糖和牛油 いただきます 它用米粉做 跟平時吃的班戟是不一樣的 對 我覺得它的味道突出一點 反而我覺得它的蛋香是沒有那麼厲害的 不是只有空氣感好像沒有吃過東西 但我喜歡這個質感 很好吃 我可以一個人吃光一份 我們到訪那天 店內清一色都是女店員 但其實米粉班戟的意念是源自於它 一個將60年的家族咖啡店成功轉型的大叔 不單止餡料 是連樣子都想做到Uncle Friendly 不單止餡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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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也吃得很容易 哇 是少女系的 豉油給你的Pancake Sumimase 市田先生 因為要等20分鐘才可以吃 看到的時候都忍不住散嘆 可愛 幸好等待的時候都可以看著做Pancake的過程 市田先生就說最難是掌握時間和溫度 特別是煎之前才把打起的蛋白混合粉漿 只是單純不單純不單純 只要吃時間的Pancake 使用了 所以試用了幾百次 由轉型、研究食譜 到下廚都是自己一腳踢 忽然之間 這麼多人欣賞 變成排隊店 他自己都覺得受寵若驚 最初的二週間是一人也有暇 但突然客戶打開時 有很多人都在 就變得很高興 真的謝謝 哈哈 辛苦你了 上面那兩間靠早到 最後都排少過一小時 而這間才是真正的打大佬 他被譽為因為排場龍而聞名的 日本第一飯糰店 看回留言 無論什麼時間去都要排兩小時起跳 這位就由開門排了五小時 這一站我們就來到 大重站 我們就會去吃飯糰 是 飯糰到底有什麼值得排隊呢 先報時 現在差不多是六點 店舖就收十一點 我們有五小時可以排 這間是一間很久歷史的飯糰店 主打是即整的飯糰 老闆娘即整的飯糰 要吃這間開了超過半世多的飯糰 怎麼靠的是藝力 我們差不多站了一會 後面有多少人 得法得法得法 我們剛剛有一個前面的女士 她走了 我們就前進了一個位置 六點半就拿到餐牌了 星期六有特別套餐 只限全100名 哇 但是星期一都拍到這樣 我真的不會想像星期六是怎樣 八點 完 進去 好累 我叫做小狗的女士 我叫你男士 請多多多 飯糰店就在1960年開業 已經有63年歷史 老闆娘就是這間店的靈魂人物 她騙飯糰騙了大半世人 去到70歲了都還這麼精靈活潑 這個就是老闆娘的最愛 就是昆布明太子 我這個是醬油漬的蛋黃加肉碎 還有這個就是三文魚 它的尺寸是比拳頭更大 對呀 兩顆了 真的很好吃 它的米是粒粒分明的 而且很飽滿 它的表面被你拍到照片是什麼 但其實它裡面都是很多料 它的肉碎是醃了 然後那個蛋黃是超級黏沉 黏住了嘴巴 我已經深深愛准這個配搭 一定要點這個 明太子加這個昆布 但始終都是最欣賞它的米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超級黏 又不黏口 嗯 只吃飯也可以 老闆娘特地選用新色縣 種在山上的月光米 新色就出名盛產靚米 也是她的出生地 她20歲那年來鄉別井 來到東京做事 那時候已經是飯糰店的熟客 因為價年麥美 又可以滿足到她對靚米的要求 在這裡她就跟第一代老闆解厚 不過自從先生過身之後 她就要獨丹大旗 以前是人們有那麼多授業 我晚上到晚上一直逃走 現在是二人三人 晚上七時 現在大約1200 多一時1500 我覺得它有點顛覆了我吃飯糰的通告 嗯 其實這個飯糰都挺實 現在好像我將整碗飯 用手拿來吃 嗯 是一個新體驗 有空氣在裡面 平時便利店買的通常都是 一壓 是手握的溫度 手拿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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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還說每天重複地騙 會騙到手指關節變粗 但是一個大拳頭的手拿來看 最便宜都只是賣300日圓 那時候 池袋和大塚的JR山手線 一駅是10日圓 手拿去30日圓 現在多少錢 一袋用 1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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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元 也算是可以嗎 但也算是3000元 有人更是因為老闆娘慕名而來 為何三時間半時間到達到 並行車上去 我已經是在目的地上 我已經在電視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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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高峰時期 這隊會排到橫跨馬路 這時候就會有位排隊專員 基本的行列 整理 還有 店內的掃除店 手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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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最大便 熱的地方會最大便 會倒閉 因為 脫水症狀 都會倒閉 全都會倒閉 救急車 去年三次 真的嗎 會倒閉 日本人排隊的耐性 可以說是世界級 大型排隊現場 有日本動漫盛事主題樂園 有專欄更加整理了平成三十年間的排隊文化 盤點日本人瘋狂排隊的行為 大致每年的日本福袋搶購戰 每代的iPhone發售現場 細緻景點 名店 餐廳 通通都可以排 我們早上9點來這裡 然後呢 這隊是排到那裡 那裡沒有 去到6點22分 這隊還是開到後面 十個小時 他都是有人 全家的 普通 好私情 好私情 你後面有一個 是不能喊 沒有人來 日本人會不會被這些叫賣 我覺得不會 排隊比較容易 看見這隊應該會在後面排 你看他喊了也有5分鐘 好像完全沒有人停下腳步去看看 這間部位 很可憐 家裡來的客人 這裡是Bongo 不是Bongo Bongo 是Bo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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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娘推介的口味 是Bongo 這邊的空間 有特別的東西 我覺得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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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那面 我們都會 幸福 有些人 有些人 我發現了老闆娘寫的書 她出書 是嗎 關於飯田 好美 可愛 很年輕 很年輕 現在都是很有活力 很年輕 還有五頓飯卷 如果你有其他深水餐廳想試 可以去Tabelloc的店舖基本情報 基本上都可以找到預約詳情 或者是留意排隊店的IG 他們都會把重要資訊置頂 好像我們這樣看完 決定分開拿醜 最後就很幸運 排了三小時就吃完三間 所以終結全日的行程 就是 都挺辛苦 一天去完三間 對 對 但大家如果去旅行 但又想試這些排隊店 這條片 就可以幫你整理了一些 排隊店 究竟是要多早 或者是 你要有多少時間去 好 如果大家喜歡 我們日本系列的影片 就記得 CLS CLS 買 Audrey in Japan 我記得我真的不是 真的 回酒店前必備節目 買炸雞 你看看日本對排隊的執著系 連去桌上也要叫你順著腳印去 平時在香港會引口的 煎炸的新辣的東西 難得去旅行就一次過吃一碗 有時為了玩盡 還會很晚睡 到第三天 已經覺得整個人都很熱氣了 人在外地 一時三刻 很難找到清熱飲品 所以我去旅行 通常都會整理清熱號 回到酒店就馬上洗來喝 很方便 它有草本精華和維他命C 雖然疫情緩和了 但出外最好是 給自己有多些抵抗力 對抗病菌 還有它不像一般的 清熱產品一樣 有苦味 酸酸甜甜 好易入口 清完以氣之後 幾餐都可以繼續 報復式報食 而且它細細包 可以待定兩包出去旁邊 隨時喝都可以 但這副枝應該高好 不單一風 不停 你自己去 في 死 不停 不停